他们是抗美援朝中最特殊的部队 待在后方却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没有他们抗美援朝可能会晚生离三年 但由于不是一线战斗部队 他们的英雄事迹时至今日都显为人知 这支部队就是志愿军公安部队 1950年4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整编 将陆军分为了国防军与公安部队 其中公安部队由各军区的独立部队和警卫部队组成 主要担负党和国家要害机关的警卫任务 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 随着战线的不断推进 为了稳定后方 中央决定派遣公安部队奔赴朝鲜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这支部队虽然没上前线 但是比前线还要危险 还要辛苦 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负责志愿军的防空 监控敌机的动向 在抗美援朝初期 由于我军装备水平落后 美军飞机可以肆无忌惮地在天上进行轰炸 还能贴地扫射 对于美军的战机 志愿军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等天黑之后再运输物资 在夜晚运输的时候 汽车不能开灯 要不然还是会被美军发现 但关灯行驶又很容易发生事故 这导致我军的运输效率极低 严重影响了前线部队的作战能力 由于补给不足 志愿军每次进攻 最多只能维持一个星期左右 李奇薇针对志愿军的这一缺陷 制定了一个雌性战术 一时间打得我们损失惨重 为了解决夜间运输的问题 公安部队想到一个办法 他们在公路运输线上 每隔一段距离就设置一个对空观察哨 用来监视美军飞机的动向 当时美国的战机噪音非常大 公安部队听到敌机的声音之后 立马就发出信号 让开车的志愿军熄灭灯光 使得敌机无法找到目标 等待美军飞机过去之后 再发出信号 让汽车开灯行驶 听起来很简单 做起来却十分麻烦 不过为了保障前线士兵的物资攻击 也只能用这种笨方法 这样做也有一个很大的缺陷 公安部队的哨卡 经常会遭到美军的打击 就像是一个固定的靶子 可就算是遭到攻击 他们也要坚守下去 当时公安部队的同志们 最怕的还不是美军的炸弹 而是朝鲜的冬天 朝鲜半岛冬季 最低可以到零下40多度 这种天气 我们穿着羽绒服 在屋里都冷得不行 但公安部队的战士们 却穿着单衣 助手在哨卡上 并且为了准确的听到 美军飞机的声音 他们要露出耳朵 而这导致 很多战士们的耳朵 都被冻烂了 可以说 他们是用自己的生命 来保护志愿军的安全 当时面对美军飞机的轰炸 公安部队也会进行反击 由于没有重武器 他们大多拿着步枪打飞机 听起来是不是天方夜谭 但公安部队战士们的实力 一点不比前线志愿军差 他们真的用步枪 打下来过美军的飞机 第53团一营二连的一名战士 仅用四发子弹 就击落了一架敌人的B-26轰炸机 创造了朝鲜战争的一大奇迹 此时还要负责的就是 维护战地和后方的秩序 对于个别志愿军 跟朝鲜人民发生冲突的 公安人员要予以劝解和制止 并加以处理 还有个别人员在战场上赌博 调戏妇女的 要对其进行逮捕和拘留 他们的职责 就跟我们社会中的警察差不多 在公安部队的整治之下 入朝部队的危机行为 明显减少了许多 在朝鲜战场上 有这么一支特殊的志愿军部队 他们不在前线 但却比前线还有危险百倍 如果没有他们 抗美援朝的胜利 至少还要推迟三年 他们就是朝鲜战场的公安部队 不仅要负责监控敌机动向 保证运输安全 他们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清除敌特势力 在李奇威上任之后 为了打败志愿军 他可谓是无所攻其极 不断地在志愿军后方进行游击作战 当时为了保证后方的安全 军委决定派人去肃清敌特势力 由于前线吃紧 这个任务就落在了公安部队的头上 公安战士分成小队 在房区内的重点地区 进行地毯式的搜索 一旦发现疑似敌军特务的 当场就逮捕 如果对方反抗 那么可以直接枪毙 在朝鲜老百姓的帮助下 公安部队抓捕了大量的特务 其中公安五十三团三连的一个班长 曾以一己之力抓到了二十多名 这个班长名叫张明启 当时正在五峰里的防空哨内 执行任务 结果突然在远处的一个山洞里 发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人 正对着志愿军队指挥所 记录是什么 很明显他就是美军的特务 于是张明启立马来到了山洞前确认 结果这个人一看到公安部队来了 赶紧就跑了回去 这个山洞的洞口十分狭窄 看不到里面是什么情况 但张明启管不了那么多 如果让这个特务将指挥所的位置传出去了 那一切就完了 他直接就跳进了山洞中 此时那名特务举起手榴弹 就要朝他扔过去 还好张明启反应快 直接将手榴弹夺了下来 别看他是公安部队的 战斗力不比一线的志愿军差 此时敌特直接懵了 跪在地上四则发抖 张明启则趁这时将另一边的特务给按倒了 之后他将手榴弹扔出 将另外八名特务炸成了重伤 仅这一次他就俘虏了十名美军的特务 在整个朝鲜战争中 公安部队一共抓获了六百多名敌特 其中还包括十几名当地土匪 当时审问特务的工作 也是由公安部队来负责 在第五次战役结束后 美军彻底激眼了 为了报复中国志愿军 他们工人违背国际公约 在朝鲜战场上使用了生化武器 一时间对志愿军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但美国在国际上对此拒不承认 为了取得美军使用细菌武器的证据 公安部队第一师 对美军特务和俘虏进行了审问 在公安人员不懈的努力之下 很快就取得了大量的证据 丧心病狂的美军将领 打不过志愿军就使用细菌武器 在种种证据之下 世界各国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了谴责 最终迫于压力 美国放弃了细菌战 毫不夸张地说公安部队功不可没 虽然没上前线 但对抗美援朝的贡献十分巨大 除了抓捕狄特和审问俘虏 朝鲜战场的公安部队 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职责 抗美援朝中的公安部队有多强 能上前线打仗 能在后方抓狄特 还能用步枪打飞机 只要你能想到的 他们基本都能做到 但是由于长期在后方工作 他们的功勋和战绩 时至今日也没有几个人知道 除了防空修路抓狄特 他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押运物资和武器 自从李七威掌管了联合国军后 他经常会对志愿军的补给线 进行轰炸或者攻击 为了保证一线志愿军的攻击 公安部队战士们 跟志愿军后勤部队 一起押送物资 这一路可不好走 不仅要面临美军的轰炸 还有他们的突然袭击 当时公安部队54团2年的战士 张宇凤 负责从西川将四台满载炮弹的汽车 押运到前线 结果刚刚走一半 突然遭到了11名美军的埋伏 都说双拳难敌四腿 现在是一打十一 但张宇凤没有丝毫害怕 纵然敌众我寡 他依旧应有了还机 然而因为一一敌多 他的子弹很快就打完了 就在张宇凤凤准备上去 跟敌人拼刺刀的时候 友军赶了过来 成功将敌人全部解决 事后的路依旧不好走 敌人安排了飞机进行轰炸 还好张宇凤 及时将运输车藏了起来 最终将炮弹圆满运到了前线 最开始 公安部队的战士们 一个人最多只能押运 三到五辆车 不过随着经验越来越丰富 公安战士们一个人 甚至能押运20多台车 其中张宇凤所在的牌 在一个月的时间内 押运了2000多次运输车 从未出过一次意外 公安部队五二四团八连 一个将要谈体的战士 有一次甚至孤身一人 将满载弹药的汽车 开到了敌后的战军阵地 别看公安部队的战士们 只是押送物资 但他们可不比前线的战士轻松 由于任务的特殊性 公安战士们没有固定的驻地 只能睡在野外 白天要面临美军的恐龙滥炸 夜里还要小心偷袭 除此之外 朝鲜的冬天非常冷 刚入朝的时候 公安战士们只有一件面大衣 根本没有被入 他们就靠这个大衣在野外生活 沃兹运到哪里 他们就睡在哪里 吃饭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生活容易暴露目标 公安战士们就只能用血 配着炒面吃 这个炒面可不是我们平时吃的炒面条 而是炒面粉 可以说是难以下咽 并且如果补给不足的话 他们就只能饿着 由于美军掌控着制空权 公安战士们大多都会选择 在夜里行军 从深山老林里走 一晚走上几十里 脚上基本全是伤口 有一次公安十八师三营 负责通过大铜枪 往前方送物资 结果美军为了切断我军的预输线 直接把江面上的兵全部炸碎了 眼看着前线的战士即将淡尽粮绝 公安战士们直接将衣服脱掉 扛着物资从江中强渡 当时的气温低至零下四十多度 战士们上岸后 脚全部被冻得无倾 但还是要继续向前 因为他们晚到一天 前线就会有更大的牺牲 最终经过两天的奔袭 物资成功送到了一线 但公安三营损失了将近一半的人 毫不夸张地说 如果没有背后的公安部队 抗美援朝绝对不会那么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